這邊就有一個叫 pypi 意思是它跟這邊上面是指的就是 python 的叫 package 套件 套件裡面的話有很多的 module 然後的 index 也就是說這邊有非常多的 剛剛講的這些相關的套件 模組都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等於象徵就是你一個套件 所以就可以解決至少一個問題 有一個功能 假設我們要怎麼解決下載這個功能 但不只是用 request 可以達到 其他也可以 如果我要找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邊可以做 search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像下載 YouTube 影片 其實這個裡面也有一個相關的 package 也可以你只要把它掛上去 下載掛上去你就具備有這個功能 或者是說你想要怎麼做出像什麼 可以比如說像之前常用的像什麼聲音 比如說我講話馬上可以幫我辨識成文字 裡面其實有 package 你可以找到把它掛上去 就可以達到這個功能 至於那個裡面怎麼寫的 可能就不是我們比較關心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我怎麼加某個功能 我可以做出什麼效果 裡面的話有非常 裡面目前有多少個 package 能夠解決多少個問題 其實底下有個數字 而且這個數字不斷不斷在增加當中 底下告訴我們 目前擁有在它的官網上面提供的 光是官網上提供的 就已經有143萬1000多個 package 意思就象徵說 如果你用python 你會懂得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找到 並且掛載到python裡面 你可以解決至少100多萬個問題 意思是說你想得到的問題 人家都已經幫你寫好程式 剩下來就是 你要懂得怎麼樣找到這個東西 把它裝在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python環境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到request 其實理論上裡面的話 你也可以找到request 理論上這邊就有request 也可以找到 它會有相關版本 但是呢我找到了 可是我要怎麼安裝 到我的那個python裡面才是重點 比如說我知道說 我有個request 這個版本 那我要把這個 裝到我的這個python的韓式庫的話 大概的步驟是這樣的 不過我的步驟 我的習慣可能跟書裡面講的 你們可能看書的 反正步驟有點不太一樣 我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我的韓式庫先找到 我的韓式庫在哪裡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在第一堂課 不是有下載兩個zip的檔案 並且解壓縮 其中一個是equilibus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python的韓式庫 就是叫什麼呢 還記得嗎 python的3732 OK有沒有印象 OK知道了 OK 然後呢我們就打開它 如果我要安裝它的話 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請你到那個scripts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pipe.ease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就利用pipe.ease有沒有 pipe 空一個install 然後呢把那個你要安裝的那個模組名稱打在後面就可以了 但是呢特別注意喔 它沒有圖形化的介面 所以意思是說你要自己打那個文字的那個test mode 就是dose底下的那個命令提示 你要自己把那個命令打上去 然後我秀一下給各位看怎麼樣最簡單 一請你找到這個目錄 二的話呢 你就直接打開什麼呢 打開這個scripts 裡面呢請你在這個scripts裡面找到pipe之後的話 在它的上方點一下 打一個cmd 意思就是說 我要針對這個目錄喔 所以它會跳出來 enter cmd就跳出來 命令提示之源 順便幫我把這個目錄的位置也帶到前面來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現在存取pipe就存取得到 因為我現在在這個目錄裡面 ok 那我們要下命令喔 安裝的方法記得打一個pipe pipe應該不明白就那個piindex 把那個index裡面的東西 幫你怎麼樣 從它的server下面下載 並且安裝在你的函視庫裡面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它會去連線 那怎麼裝呢 很簡單pipe install 安裝嘛 install就安裝 然後你給它那個module的名稱 requests ok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直接按enter 理論上它就會自己去 它的pipe的index裡面找到 有沒有replay 有就幫你下載 下載安裝到我們的函視庫就ok了 剩下就不用管了 反正就是這樣子 它會自動化啦 所以它直接有一個地方比較不ok 就沒有圖形化工具 不是說跳一個好像視窗讓你用選的 沒有 ok 應該是要有啦 只是沒有人去做啦 我印象中也有人去做那個視窗啦 只是說那個東西基本上沒有很成熟 因為這是自由軟體 不是商用軟體 所以我講過很多東西你要自己去想辦法 那應該目前這個應該已經是最簡單 未來有沒有更簡單的話 應該也有啦 只是說目前 還沒有更好的方法 這個也許是要稍微記得的 ok 那我們enter 如果說 但是有個問題說 如果你的電腦裡面 可能有裝了不只一個python的版本 可能也許有人會裝什麼 那個honda之類的 或者是說你會裝 python好幾個版本 那裝好幾個版本會有個問題 enter下去 可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你裝了其他版本 你的那個什麼 他會設計你的環境變數 那你的paste就跑掉了 變成他怎樣 他要找pipe 結果他找到好幾個pipe 他不知道哪一個pipe才是對的 因為你裝太多版本 那所以如果啦 這個問題是會發生在就是 你的環境太多 像我們這邊電腦可能都會發生 因為每個人都裝過好 因為上這個 如果沒有還原過 可能就會出問題 所以方法一不ok的話 請你用方法二 ok應該知道 這個方法理論上是可以的 只是因為我們這邊環境太混亂 裝過太多 除非把它還原過 這個方法ok 如果這個方法不ok的話 我們可能要換方法二 就是你環境如果太混亂的話 那我們就要倒到前面這個目錄 使用這個python的ese去幫我安裝 怎麼安裝 切到這邊再點一下上面 打一個cmd enter一下 然後一樣 請pipe幫你去安裝 不過你變成要用python去呼叫那個pipe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能要打一個python ok 那因為我剛 我在這邊打cmd 他一樣會幫我把這個目錄 幫我把這個目錄直接帶過來 所以我就不用打那個目錄了 有沒有 前面就是這個目錄底下 他會自動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python.exe 底下有沒有 有剛好在這裡 那你需要如果要自己手動去安裝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加一個一個減幅 加一個m 再把後面那個剛剛我打那個pipe install打上去 這樣的話呢 就一定ok 我要安裝什麼 request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這樣子直接enter 理論上剛剛那個不行 這個應該就可以 這個是適用就是 如果你環境有裝了太多的舊版本的話 那可能enter過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去check一下有沒有 他會去檢查一下 那個server上面有沒有 那個這個東西 如果有的話 他會出現關鍵的地方 關鍵字在哪裡呢 有沒有 在這裡 他跟你講說什麼 你已經成功安裝了這個東西 你看看懂這意思 反正我只是 關鍵的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喔 假設你環境太混亂的話 可能你就要用方法二 ok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沒有圖形化工具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假設 將來自己回去環境 如果還有問題 請看影片好了 ok 應該會不會把它錄下來 你回去照著影片做 保證一定正確 ok 因為有些書裡面不會特別跟你講 有些可能比較特殊的狀況 該怎麼處置 好 因為這個問題之前也發生 這樣的話我們 實際的安裝喔 安裝完之後 意思是說我把那個 我把pipe這個index裡面 這個request的東西 裝到我的什麼呢 韓式庫裡面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再run一下 如果run一下之後的話呢 應該呢 就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它就已經 因為我已經裝了嘛 所以剛剛會卡住嘛 就跟你講 no name 它找不到這個外掛啊 現在找到了 也可以 幫你輸出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如果你電腦裡面已經有的話 那就不會這個問題 但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找一台 這個乾淨的電腦 然後把它試著弄弄看 那再來的話 它已經幫我把那個 網路上的這些資料都抓下來 但是好像會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抓下來這東西啊 好像這後面都有空白 而且呢 後面這邊好像又多一個空白 一個換行 然後又一個換行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怎麼樣 把它切切 放到資料部裡面 就是下一個難題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 假如那個request 它會出現no name request 那表示說你那個電 你的那個資料夾 Python的373那個資料夾 那個韓式庫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你要懂得手動把它安裝 ok 那其實未來 如果你要使用外部 像那個Python官網上面 140幾萬個這種 外部的外掛 你如果會用的話 你就找到你要的功能 它其實上面都可以搜尋 像如果你要找那個下載youtube 關鍵是打youtube 一堆 你可以拿來試試看 很多其實都可以 而且上面 點擊進去呢 它也會教你怎麼去 它有sample code 你把sample code貼過來 run一下 有時候就解決這個問題 ok 所以很多東西 答案也許都在那個 這個Python的那個 package index裡面 可以找到 人家已經寫好的東西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那上面東西 因為是只有軟體 它沒有跟你收半毛錢 所以上面有bug 你也不能 你也 像我之前遇過 本來我抓一個東西 它原本可以run的 過一段時間 不能run的 ok 那怎麼辦 後來我就看它上面 它有個issue 它上面會有討論 可以讓你 Github上面也可以issue 有哪些錯誤有沒有 它有說 目前程式發生錯誤 然後 然後呢 就沒有然後 意思就是說 錯了 但是它目前還在debug 那什麼時候debug出來 還是沒有答案 ok 你不能說 你不能罵它 對不對 它還沒跟你收半毛錢 而且我程式已經用你的東西了 結果不能用怎麼辦 只好再找別的吧 就這樣子 ok 所以上面會有很多 可以你要做的解決方案 但是 有的時候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try ok 如果這些你都ok的話 那其實上面有用不完的那種 外掛可以幫你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步先可以確定抓下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要先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才能放到資料庫 你不可能說整個全部丟到資料庫 那資料庫一定不接受 所以怎麼辦 你要切 而且要切成五個東西 然後再利用insert into有沒有 把那個values後面就丟一個兩個三個 那也許用formates 把它formates 把它大夠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丟 這樣子就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 快速的放到資料庫裡面 ok 其實我們工作裡面很多地方 一定就要很快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比如人家給你一個資料 一個source 那你要怎麼處理 那你要怎麼處理 而且這個資料有時候 那個非常的龐大 那有的時候甚至SQLite也無法處理 那像有的時候好幾GB的data 如果你把它放到SQLite的話 會超過它的極限 ok 就好像說你要載東西 你用摩托車載 對 載一個冰箱看看 對 你要搬家 那當然一定是ok的 所以你可能要再去試著用 更大型的資料庫 ok 也許一般手邊也許用MySQL MySQL其實也蠻好用的 你就把資料丟進去 那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怎麼抓 怎麼寫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try一下 試一下這個部分 試一下這部分 討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